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和大家睇一單大陸的案件啦! 這單案件,就說,但有個男人結婚,結婚5年都跟他老婆沒夫妻生過, 竟然他老婆還可以生出一個小朋友出來喲! 而這件事發生過之後,男人還不敢出聲喲!到底為何會這樣呢?是發生什麼事呢?我們一齊看看呀! 根據報導所講,就說大陸恆陽有個男人結婚5年,沒有夫妻生活,但女人生了一個小朋友喲! 那男人就講到,他40歲都未結婚,當他以為自己會一世單身時村裏面的媒人,就跟他介紹了這一個女人。 那這個女人的名叫劉陽,27歲,還說他生得幾靚下,而且是一個城市人。 那兩個人一見面,老王這男人就被他的美貌深深吸引,但兩個人無論年齡還是家,都有著很大的差異。 那這個老王就認為這一個叫劉陽的女人會看不起他。 但沒想到啦,劉陽願意跟老王繼續走下去喲! 後來媒人婆就講了個內情去聽喲!原來劉陽之前,就曾經分過手一次, 和侵犯過前夫,說好多事他都看清楚喲! 現在他就想找一個老實人去結婚,記住喲!是老實人喲! 那老王知道真相之後,他就覺得沒啥! 那隔了一排大家就結婚喲! 好快又結婚閃婚來的! 那結婚之後,劉陽一直就以身體不舒服做理由, 就拒絕跟老王發生性關係喲! 結婚半個月,老王就外出打工賺錢養家喲! 那當時劉陽就提出他要返去梁家生活這個想法喲! 那老王就認為他不習慣鄉村生活喲! 就直接答應了他喲! 但是沒想到,他一回去就回了5年喲! 而且一種生的小朋友生的兒子喲! 那這個小朋友出生,就令到這個老王覺得好困惑! 其實他內心知道的! 那小朋友不是他喲! 但是喲!他覺得好不容易自己就有個漂亮的女人做老婆喲! 他是不想這樣失去他喲! 最終他決定忍住喲! 就不撕破臉喲! 所以就老老實實接受了這個小朋友喲! 在這段期間,老王定期就給個女人同個小朋友寄生活費喲! 為了令這個小朋友有更好的生活條件, 他亦都是拼命賺錢不敢休息的! 別想到! 去到今年的4月份,這個女人提出分手喲! 那當初老王就以為他只是生氣, 但是最後都是這樣分開! 而分手那時劉陽亦都是講這個小朋友的身世, 原來他因爲家暴和前夫分居之後, 為了盡快走出之前失敗的婚姻, 他又不斷去戀愛喲! 但是遇到的每個男人都陪伴他, 當他醒回來就已經發現自己大了肚子, 而且不知過小朋友的爸爸是誰, 而為了和小朋友找個爸爸, 他當時決定嫁給老王喲! 即是老王是直接動都未動過這個女人, 就這樣背起了他和小朋友的生活費喲! 而去到小朋友可能已經大過, 這個女人又離開他喲! 都可以講得上狼心狗肺喲! 今天劉陽和老王結婚的時候就拍拖了4個月, 當時老王根本就不知他大肚子, 如果知道他大肚子的話就絕對不會接受他, 亦都不會同他一齊, 而知道真相的老王喲! 他就說不想再要這段不必要的婚姻, 但他覺得自己被人騙了, 他說這這多年他為這段婚姻, 花了好多錢和心血喲! 現在至少分手是感性情理之中, 他覺得要為自己的損失去追回賠償, 老王提出要拿回10萬元的賠償, 但劉陽認為兒子是自己養大的, 老王未履行過父親的責任, 10萬元自己都是無辦法負擔的, 所以拒絕。 後來他們亦都找了村幹部去處置這件事, 而其實看到的費用, 老王是有錄下的。 而最終劉陽同意向老王支付2萬元人民幣賠償金, 後來雙方達成協議, 簽合同, 第二天在民政局辦賣分居手續, 這個男人都真是傻的, 明明知道那一個小朋友不是自己的, 都還要努力去做事養人, 而且老婆一碰都沒碰過一下, 五年沒碰過一下, 都擔心會失去人的。 其實他有老婆和沒老婆的結果都是一樣的, 可能沒老婆生活過得爽一點, 因爲他就不需要那麼辛苦, 要背起整頭家嘛。 那我剩下的錢, 喜歡做什麼都可以啦, 躺平都可以啦。 近年是好多這類的案件, 所以不少人其實對婚姻都是沒什麼信心的, 甚至乎有些人覺得就算老婆帶了肚子, 裏面的小朋友都未必是自己的, 就會生我出來之後偷偷地走去驗。 好啦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 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